這個蝦餃 大家要記住是精點 回到這邊 精點是52元的蝦餃 陳川粉份量夠 幾大粒牛乳 幾大粒牛乳 幾誇張 果圓爐花放養肚雞15元 站光香草雞16元 買不買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是星期二 是星期二 快活不知市入局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方村中市市場 現在是早上8點都未夠 8點半 我們兩個 我和老婆去喝早茶 去哪裏 去 方村都是很多地方 附近多地方喝茶 數幾個 盛遠又有在前邊轉右 應該是轉右 盛遠就遠一點 轉左 那個位置 余文山村就在前邊 試試余文山村 水城 Taliban 翠城 翠城就只有附近了 貓都要起床了 應該是貓咪準備下班才行 出太陽 去哪裏 去園文新村 试试它 据说这家不是很贵的 还有羊土 上边是羊土树 地下有很多羊土 整个地都是 烂了都没人收拾 具体位置 在这里往右转过去 就是方川隧道 六区路 一过去就已经是往沙 面前这里是Wallmark 这里下边是地铁站 方川站 这个方向过去就去得到茶教的方向 如果要去西朗市场的话 通常西朗市场都是这样往左转 至于这个写着剩下两个字 其实就是成远走家 应该都算是我认为 我来的方川里面有得这么大 又算老字号的茶楼 以前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要喝茶的地方 就是以前一个茶香居的地方 好像是一条船 没错了 今天去试试一下 我都很多年未来过 河香居 很多香居 有茶香居 至于在反方向镜头 一直走过去 就是以前的 不是 现在也是叫花地湾 以前的花鸟鱼虫市场所在地 不过现在搬了就要继续往前去 在西朗市场还要去很远的地方 至于这个 这里就是即将荒川地黄 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 我们正在建那栋 正在建那栋 最美的位置 白鹅谈月虎 是呀 白鹅谈月虎 那里是很贵的 不知道多少钱 即使是地产市道低迷 它都不会卖得便宜 是呀 绝对不将就 不会说给你卖5万 不卖 我说的 话说前几集 跟大家说过 港仔天气很反复 一阵就冷 一阵就热 那我就深受教诲 其实昨天中午也很热 我穿了一条短裤 穿了一件薄外套 现在觉得浸浸寒风 所以大家回来游玩 真的一定要避好衣服 不要怕背多些衣服 除非你在你住的地方 你很受得寒气 否则真的不好 所以天气预报说 过几天还会下雪 这是不可能的 一说天气预报 现在气温是20摄氏度 大降温 过马路了 快过了 这个方向过去 就是去黄大仙的方向 上边这么大的字 大家可以看到 越城路 就是去吃煲仔饭 再来 对面就是我们被损的茶楼 如果这里没有茶喝的话 就去翠城 不过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有茶喝的 都见到那些叔叔阿姨 饮饱吃醉出来了 就这里 就是这里了 我们都很少会去过的餐厅 楼底有这么高的 有 大大大排档 都没那么高 有叔叔阿姨在这里喝茶 就知道不会太差的了 这个位置 这里 这里 好 那里 那里 这么快就找到位了 无非一个字 就因为够大而已 这里真的楼底超高 你看上边 以前这里是眼镜城 这里是眼镜城 老婆跟我说 我好像来过一次 你肯定没来过 好像有一次 牛扒城肯定没来过 以前帝国在这里背眼镜 我说的是初中的时候 还有现在有现金埋单 六点八折 眼花聊天独餐牌时间 刚才我们问过 点心 如果用现金埋单 这里写着 是会有六点八折 其实都值得 但是 回到后面 有件事震惊到我 试这个 刚才那个姐姐在这里指了一下 即是 比如说虾饺 最贵的虾饺是多少钱 这个虾饺 大家记住是精点 回来这边看见 精点是52元的 52元的虾饺 老婆在这里说 我们去过的茶楼里面 都没见过 这么高单价的虾饺 什么白天鹅那些 还没去过 三十多元 三十八 我给到你尽 真是不能再高 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6.8折 然后52元 乘6.8折 其实就是7折 都三十多元 就是这个外省人卖衣服的理论 外省人卖衣服是怎样的 因为我做过 我就知道 他们是会将衣服 价格到3,888 0.2折 0.2折 0.0 不是1折 0.2折 0.18折 原理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回到广州 你去那些外省人店铺 买衣服全部都是这样的 大概是批发价 扯远了 看看我们吃什么 要了个龙家鸡蛋腸 它标价是32元 打完之 10元左右 10元多些 10多元就算合理了 还有很多食物 但他们都是用一张纸 在上面 就没有图片 各种 有部份它是有写单价的 例如手撕鸡70 这些早茶食店就肯定没有了 菜心炒牛肉73元 牛河78元 哇78元 这么贵的吗 78元 牛河 你真是 不厉害 应该很好吃才是 海鲜炒饭 80元 如果我觉得它不写打字好过 40元 40元 30元 30元 还有这个 我们点了这个 我们喜欢 写了价钱在上面 没事的 对不对 糯米卷16元 喜欢吃 16元 不贵 我们叫了肉丸粥 陈村粉 和牛肉球 写了价钱在后面 一目了言 坐了一会儿才发现 原来这里有得 这样拿点心 当然是看着来拿好 我拿了第一轮食 牛肉球 这么大 已经写着了 23元 再来还有陈村粉 这样的 这个是19元的 还有几度点心在路上 要等一等 都挺过瘾的 有这么多叔叔阿姨来 总是有他可取之刺 那边还有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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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 我们这边不知道多多多多 这边也没有人坐 我想先从这个试起 老实说 卖上是好一般的 因为那些汁是这样撒在上面 蒜蓉是挺不令人的 把排骨倒上去 就是陈村粉 然后上面放一些排骨 如果不是我们平时吃惯吃熟 我看见这样的卖箱 都应该望而却步 那些是蒜蓉 那些是蒜蓉 其实只不过是 还有些排骨 然后它们是有一个豉油 但是豉油 不是豉油 而是豉油 我拿的 你拿的 是的 我拿的 因为豉油 放在那边自己拿 就要点一点 应该要点些 尘村粉 那它应该是这种 我们都知道是 幼粉的东西 看看是不是 首先 我对粉的要求很高 先说清楚 它是幼粉 我并不喜欢这种粉 但是 又不算很差 我说的粉不是很差 它不是那种很硬的 也仍然有点爽口 另外 吃起床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 它不会像一盘水 浸住那种 没有的 而且那些蒜蓉 还挺香 和粉还要有几格 蘸一点豉油 挺搞笑的 接下来试一下排骨 排骨 排骨我试过 还可以 普通 不可以说是很差 不是 酒楼的排骨 都是这样 酒楼的排骨 都是这样 其实味道挺好 有点蒜 如果它 这些心思 灑两滴葱在上面 两粒 放上去 最后上本的时候 没有 那就可以了 但事后浸着黑色 整盆 变成黑色 不可以留给顾客自己点好 就像我现在 一样的 排骨 陈村粉 份量 这个 多大粒牛丸 多大粒牛丸 多夸张 这些牛丸 终于经过千辛万苦 把牛丸 瘀开了 这个是四分之一 那么大 就是这样 有腐竹 腐竹也挺好吃的 它不会说 那些蒸着很久 蒸到它 烂了 融了 一件 没有腐竹 我说 不多 但是 有 挺好吃的 它有三粒 大粒 超大粒 只要这个碟子 放不下 挺好吃的 芫荽又有味 不是没有芫荽 马蹄也够爽 还有马蹄 牛肉也不碎 这个是划算的 这个是划算的 五五大 四分之一 这一碟子是最小的四分之一 这一碟子是最大的四分之一 比平时我们吃的小粒 牛肉丸差不多 尺寸的 这个可以比较高 真的 可以跟我们平时吃的 咬手瓜的 而且它不仅仅只有大 它的肉也很紧实 很紧实 有蔬菜在里面 芫荽 马蹄 各个有的都有 老婆还在说 又不会有很大股的碱水味 这个挺好吃的 好了 我们又吃饱饱了 牛肉丸是很好吃的 地方是够阔落的 其他都是真的 但是我都没试过喝到12元茶位 不过先说清楚 别人是有写着的 是我们选择了那里 我们坐下才知道 好像可能是12元 那里写着的 那我们是否要换呢 我都说不如不换 12元也不是 又看看是否 是的 12元茶位 但是它是有免费茶位 是免费茶位的茶位 另外 食物其实也不差 但是上菜超慢 我们不是说 点了一个竹 最后 我们以为它不记得下单 因为它是首射单 以为不记得下单 那便不要 等了很久很久 等完之后 去埋单 她说 你那个修议姐姐说 你的竹 都要给钱 我当然不给了 我找到部长 一轮不搞过之后 才知道原来 其实是 他们还没上菜 就是一个竹 吹了两次 他要吹一次 我吹一次 我去埋单 我又去吹一次 是的 他说 没有下单 他说没有下单 他听到没有下单 我去付钱的时候 他就说 你再等等 我又不等了 付钱 那时才你叫 是的 我等了半个小时 都不等了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坐得够舒服 其实所有东西 有问题 我不喜欢 是的 它的营销套路 营销套路 78元一个牛河 是的 78元一个牛河 你那里查位 你会不会那些木斌 是要买 是 就收12元 这个就是老婆意见 但是就说 那球好吃 去市场买菜 各位观众 以后回来 就知道如何选择 附近都有很多地方喝茶 因为要来买菜的话 当然要喝一碗茶 才去买菜 在这里进去 中市市场 我们就不在往市 八合研 即肥佬林的地方进去 就在这里进去 说你在这条柱 好像去了日本 像不像去了日本 这条电灯柱 认识买菜的老街坊 就在这里来买 走入这条路 其实都是中市市场 在后面那里 还有一个位置 其实在前边地站入 都没所谓 哪边入都一样的 这里就是熔树头 但熔树就拆了 你一来到就看到很多栗子黄 即是番薯 就是这种横街窄巷 这种横街窄巷才是最有人情的 这里叫做南基右新巷 地图都找不到路名那种 都是一种类似城中村的感觉 南基右一巷 以前如果不是买菜时间 就真的不会走的 走到这里我已经转左转右了 来到这里我会选转左 但是今天就绝对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 你跟着那些人走就可以了 在这里一走出去 就是卖种鱼那里 差不多那个方向 是呀是呀 大概 就是卖鱼那里 走多了 是呀 这儿是 应该在那边入的 这里就直接入来 入来百合元市场的位置 其实我们不是想在这里入的 我们想在后面卖种鱼那里入的 这里 这里就是卖鸡 卖鸭 是呀 这边 我见到栗子了 老婆最喜欢吃栗子 不过还几天在沙远市场买的 那些还没吃完 我热闹 很喜欢吃鸡的 就要来这里了 就像我们先留这样走 又行 要等的 要选对一只鸡 然后叫它汤的 它是现场汤的 有些好像 现在都应该不用加收了 以前是要加收的 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这里还下雨 还有狗在这里睡觉 你看睡得多开心 这边就是卖鸡的选择特别多 青头鸡 青头鸭 番鸭 麻鸡 三黄鸡 一应驱全 前面这些是买的乳鸡 用陈皮煲汤好饮 鸭 鸡 鸡 那里有飞天鸡 湖南的 又有青头鸭 还有上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 当时还要戴口罩 现在都戴口罩 因为鸡毛也很厉害 如果大家以后回到这里 打算买一些漂亮鸡 我看见你戴口罩 因为真是很新鲜的 譬如说老借菇 25元一只 石烟 大的30元一只 那些是店鸡 鸡通常是按根秤的 例如说莲墓 秤的价格 十多元 通常都是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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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龙门胡蘇鸡 13元一斤 活着秤的 前面是哨水鸡 25元一斤 贵妃鸡 20元一斤 飞天23元 这些秤就会帮你剃掉 龙一龙这样摆在这里 如果有来自香港的观众 都很喜欢吃鸡 要吃漂亮鸡 来这里买 绝对错不了 你买完之后 叫老门帮你戴口罩 可以过得到关 入得到香港 这些鸡 如果在香港买多少钱 这里也 大约六七十元 13元那些 有人真的在香港 有很多 以前三宿不是 整天都是这样买的 可以帮你 却熟了过关 整熟了过关 价钱差很远 也可以买多一点 香港放养鸡 18元一斤 清远酒地鸡 18元一斤 又或者吃虫草菊 26元一斤 吃鸡 广州人很有心得 你看这几只精神 站在这里 这些全都是鸡 当然还有鸭 你看 站在这里 看着人 很便宜的 果园 芦花放养肚鸡 15元 占光香草鸡 16元 买不买 龙棉胡桑鸡 台山自家鸡 日营区全都看见最便宜的 湖南那只 11元 香草酒地鸡 你才说明 他应该吃香草好大吧 好鸡味 食谷的鸡 湖南龙加菲的鸡 最重点是看他 如何养育和吃什么大 基本上已经走过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真的一定要回来买 因为我们经常出去吃鸡 因为广州的餐厅 煮鸡 白切鸡 基本上都好吃 价钱也不贵 所以我们越来越少 在这里买鸡 那时候什么时候多呢 疫情那时候最多 没有 根本没有 餐厅 你不知会不会开 所以就来这里买鸡 这个方向出去 就可以来那时候要出口 方川地铁A出口 1号线 可以到东站都可以 这些计划 我不说香港 我只说广州 活鸡是不能带入地铁的 必须要劏好 最好叫老闆 灼熟 表面灼熟 广州是不能活鸡 进地铁 但是 死鸡可以入地铁 是的 灼熟才可以坐地铁 还有很多薑、葱、蒜、蒜 蒜头7元 大蒜8元 一应俱全 小黄薑9元 很多都有 这边好像之前都来走过了 再往前走一点 就已经是卖粽 阿姨那里 我们今天应该会买一些粽的 因为家里那些已经吃光了 不过女儿又不喜欢吃山东大清包 早几天买的 Sams Club的Bagel 又吃光了 没办法 来到这里 特别有味道 有一种好像去到泰国的感觉 还有附近种了很香的花 通常那些店铺 都好像面前这些 这样又不是很高的 我们去过山与市场买猪肉 这里又有猪肉 这些是瘦的 11元8元 至于卖粽 在这里好像是 是吗 是呀 这里 不吃住了 不吃住了 每天你买了很多 哦 好啊 这边就卖花肉 大概五花肉 一层一层 13元 乡下大肥 是猪肉 现在猪肉便宜了很多 物价指数 一天一天下降 其实都是好事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就是猪肉 所以 很多时候 那些高端贵价的猪肉 都没有以前那么矜贵 有时候我们去超市 都见到很多那些 以前卖到很贵的猪肉 都是比较滞销 要想很多方法去促销 因为以前 如果我们吃 平价的猪肉 和贵价的猪肉 差距不大 我当然吃贵的 很漂亮的 对不对 现在差距那么大 没有那么蠢 消费者是很精明的 精明的主妇 又在选择贵林马蹄 至少买两元 我那里两元半一斤 应该可以 但这些就要自己批 不是自己批 就不可能是这个价钱 对不对 反正我记得买过 在我家附近买过 一元一粒 批好的 很漂亮的 那些是可以 只买两粒的 买两粒有什么用呢 剁肉饼 这些洗干净 切开一半煲水都可以 连皮煲 够清理 旁边又买竹籽 你又怎样买 我们终于买了 马蹄和竹籽 这么大一粒 最后是用了 8.9元的煲水 还欠红萝卜 老板还提供 斩借的服务 好技术 好厉害 可以2.5元 红萝卜 先试试吧 烧肉20元 好 还有一些光鸡 拌好 看不到多少钱 雪藏鱼 虾 一应俱全 我们喜欢来这个市场 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通常我们喜欢市场 第一半户外 肯定是 新来都不差 又够高码 而且实价有名码 很舒服 现在就 秋天 最舒服的时候 就算到夏天 都不会很辛苦 因为上面树木够多 这些 太晒的市场 太暗又不行 这些是最好的 刚才来这里吃 刚才来这里吃 11元 还可以一路吃一路买菜 至于旁边就叫做 龙门土珠 又或者猪虹 4元一斤都有 还有一个小食店 早知来这里 这里停车又方便 这个是行风小食店 价钱都是一样的 有不同的 这些生意很难做 都是坐在榕树底这种 再来还有三卖 挺有容 好像都没试过 现在这个时间来中市市场 我说闲一的早上 闲一的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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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小闲 小闲仔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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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一只 5元 今晚吃 鱼生育就行了 生育就行了 多多少少少 有些 后面买了鸡 给30元 买鲎 买鲍鱼 对 买鲍鱼 很开心 我们又买了蟹 是挺好的 阿姨还叫我们去做佛跳墙 在后面买鸡 买鲎 就行了 多东西 原来早上 真的 我们都是来得很懒 之前 热又说热 那时又说冷 其实你可以过来这些 逛逛很舒服 很舒服 这些 它不像农春路市场 这么窄 不买 走走走也好 菜心 4元2斤 三水菜心 有菜花 早几天想买菜花 买不到 2元 这个比那天好 那些 我们又买了菜花 2元 你看后面那些 阿叔在这 打啪 如果你喜欢打啪 可以在这里 看看阿叔打啪 然后这边又有羊肉卖了 罗汉果1元1粒 这些煲水喝好 热天会好些 中市市场一年四季都这么热闹 其实我们来 中市市场都少了 人家懒 而且相比西朗 这里近一点 方便一点 菜心 3元2斤 林田 又或者林田池菜 已经开始看到了 3元 零下菜心 那些散的 那些又是很暖的 4元半 那当然贵一点 这个 是不是 未开花就可以了 未开花就可以了 菜心3元 正 这么大袋 老实还说包不黑情 老实 对不对 加纸3元鸡 做过老实生意 才有人来买的 还有些淡跳拿出来买的菜 用一块板写着 以前就是这样 用一块板写着菜间 就不用拿一张纸 还要这档 够坏 这档也有数码付款 西洋菜 2元半 又或者 这些都是开花的 2元 又或者 还有田螺 也有3元 当然是微微剥的 叔叔还要拿个眼镜 来看看 先来看看 突然间我们还发现 红萝卜还没买 要买了 今晚煲水喝 还可以蒸 一只掩仔蟹 吃光它 正 还有一间这样的 平时都不觉得 旁边这边 背锁匙 真的不觉得 平时我们 很少走过这边 其实中市市场真的很大 什么 还有折瓜 今年真是天气 可能真的热得很热 又有鱼骨 有养猫就买这些 还有煎鸯三宝 这些回家 再煎鱼就可以 又或者雪藏鱼 如果继续走 就回到平时我们经常去的区域 再来还有挂力 因为已经12月中了 来到现在这个位置 是有少少像去到曼谷 甚至乎 不要说曼谷 是泰国的感觉 就是曼谷以外 其实是挺好走的 嗯 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穿过这条巷 往右转 就可以回到地铁站 不是右转 是直接地铁站 哇 很多刺激 很多东西 非常方便 是的 我们会在这裏 过去白沿 那边 我们把车停在 肥佬林旁 走回这裏 会方便些 重新走过 但是不知道大家 能否发现得到 始终这边的市场 它不是有规范那种 即是有管理的 所以有些灯 还是用红色那种 要工商局 才能管得到 但至于 例如说白沿 我们看到那些 它是有管理的部门 管理租的公司 所以它全部都会换成白灯 苹果这裏 它仍然是用旧那种 红色的灯 现在 已经慢慢会换成白灯 这裏有条路出去 我们回到这两个小食店 老婆口水流了 见到人家的猪手脸 所以早知今次都不要喝醋 这裏反出去以前 有棵树头 对 它拆了 因为在地铁 没办法 我们今天不买 这裏就是这裏 就是我们平时卖肥衣那裏 老婆说 不买了 今天之前那些都没吃完 如果 它的工厂 就在这裏进去 再来 我们就会走到这裏 这裏 这裏是整个中市市场 最合宅的地方 走到这裏 走到这裏 走到 你看 合宅到 如果有时候 会有汽车经过 送货的那些车 就会变得非常繁忙 以前这裏是卖鸡 现在卖了猪肉 又或者羊肉 刚刚有车经过 水舌不通 现在我才看到 字外虚场 是写过虚的 真是不知道 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到今天就知道 在这裏过 如果一直有跟开我频道的观众 来到这裏 相信都差不多认得了 经常有看我频道 知道我经常来 中市市场 是第三最爱 应该是说 前面不是有当卖猫仔 就是这个为止 但未开门 不过 要是什么 它都没有 不过 但是 不过 有点 不过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这些市场 听街坊和菜饭聊天 这些是市井味 都不叫烟火味 市井味 你计算了数 当然没那么多 很搞笑 都算是熟客才会这样 又有热口 晒一下挺好的 如果说在广州 老城区里面 最有一种趁虚的感觉 西朗是没有的 西朗是大市场 这里就有趁虚的感觉 老西关太逼劫了 而且太小了 就是龙津路市场 但是这里就是有趁虚的感觉 而且这里够大的 这里变回都是卖猪肉 10元而已 排骨18元 早上就不说卖猪肺又有 这里又有当吃早餐 炒粉还挺香的 我上次在前面那里吃过一次 都是好吃的 但是就不够 后面这两档好吃 有鸡蛋 又或者是淮山 上面是河南省 或者是椰青 平时这档是买椰青的 我们最熟悉的区域 平时我们花钱最多来中市市场 就是这个区域 买水果 买虾 买虾 一应居存 什么都有的 再来那里又看到有鸡蛋 这里 不买红萝卜 用这个好 煲水喝 2元半 这些甜点 清甜很多 这碗糖水 这碗糖水 湯还是糖水好喝 清潤 清潤 现在始终有些干醋 其实还有竹蔗 又是竹蔗 三只大雪 7元6 很重 我们就继续走 八合鱼那里 应该我们都不会进去 因为都买了这么多 里面还有那些已经弄好了的鸡 一代一代的鸡 鸡 鸡 整袋都齐了 它不是雪松 蒸包也有 恩悦 就是我们平时买开 在西朗市场买开的牌子 对不对 可以多些早上来 几热 早上来 虽然不知道那位先生来自哪里 先头我们去到地铁站 那时候 应该转左继续走 就可以回来 很有多的门口 我们没有转走回来 又遇到一位观众 你说是否来自香港 都不奇怪 但看得出不是来自海外 他的环境来 买鸡回去吃都不奇怪 他说你有来自波 我说不是 有来拍片 他认得到我 市多啤梨 又或者甜橙 3元一斤 大橙 大橙 已经开始有市多啤梨 买了 又或者甜橙 10元3斤 基本上都是这样 大体上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再往前走 右转 就已经回到 很有多的方向 就是我们停车的位置 有菜的 就再买些菜 也好 多少人买菜 有菜 一拨 每一拨 5元 或一拨 这拨练包 这几档如果买蛋糕包我们也很喜欢 还有这班阿姨在买什么 买衣服啊 10元 真是夸张 粗着那些没问题 有这么多人 就是趁虚的那种感觉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 里面有扉机 阿姨还在洗头 买拖鞋 好久没试过看到中市市场 有这么多人的情绩 我们都知道这里是热闹是多人的 但是这样 通常我们都是 下午来得比较多 到时候 那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 这区域都是电走电过 没什么人 原来这么热闹 小朋友多开心 拿着老板的收钱牌在这玩 就带着老板的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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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热闹 是不是值得回来试 尤其现在天气这么好 这里交通有这么方便 试试 不错 这里真的没有龙津路市场 这么迫劫 看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迫劫的 龙津路市场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有哪个市场迫劫过龙津路 应该都没什么了 可能青平路 可能会拍得住 至于面前 这里就是大明镜的百合元市场 其实这里分了两个 一个就是中市 中市是那些小店 这里是百合元 先后我们在地质站出来 就在前边的位置 就可以转得过来这里 又有借买 一年四季都有 我们进来买些蔬菜就离开了 因为都已经买到这样 拿不掉 都好 一元八 可以放很久了 真的满了而归 又买了这么多 今天是热闹很多 如果你说要看热闹 要趁热闹的话 当然是早上好 但如果有买菜 就可能我们下午来会好些 那蟹今晚 说新鲜一定是早上好 蟹今晚我们就会吃了 因为这些 不太等待 或者你入过急冻的话 都没那么新鲜 再来老婆忽发其想 那些不是蒸的吗 蟹 她又想买些姜葱炒 你喜欢蒸的吗 蒸吧 不要弄那么复杂 还有铝水西菜 它写西洋菜 两元半 经过看到美食油买了 3元蕃茄 小小粒油难 福国 这些够新鲜 是的 我买了蕃茄了 6.4元 真的够了 煮意粉 煮意粉 哦 懂得吃 蔬菜 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辣椒 又辣椒 买两只 买一只 应该不行 终于我们又回到这个区域 就去拿车 大家见不见到 那些灯 已经全部变回白色 极小亮 前面好像有点红 所以 有管理和没有管理的区别就是这样 幸好那边也不太好 灯很红 这个区域 平时我们都会有来的 但是 真的没有那么多人 行得挺舒服的 一来到早上 就特别热闹 中市市场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市场如何如何 我又觉得不会 这边是属于八合元 先头我们经过那条线 就是前面 这边 卖风率的老板 在那边转左就可以去买 这边一走进来 就是室内市场 其实并不是太险的 我们拿车就在前面 走出去就是 又有猪肉 又有蔬菜 哇 红记这边这么夸张 排队 是什么 不用钱 不用钱 红记今天可能 这么多人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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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肉 什么 什么 真厉害 真厉害 卖扣肉的红姐 我哪有老板 一盒一盒 不是 梅菜扣肉 28元 然后香芋扣肉 22元 这趟的东西好吃 不用回去慢慢煮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可不可以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大家回到方先这里 就知道去哪里 找好食物 我们抱着 参观学习心态 去看看 果然都不出我所料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我说什么了 下集再见 又或者等一会 如果你看到进度条 还很长 就证明今晚 我还可以 回去煮蟹给大家看 应该是会的 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煮食环仕 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煮食环仕 这么大碗 这碗煮食环仕30元 对 再盖久一点 它就全部黑了 再来这边是意粉 是我的 他们已经吃过了 我今早吃剩的 还有姜葱蒜 这些就不一一世说了 这些放哪里先 先这样炒一炒一炒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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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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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炒 正在炒香啊 还有回来放入冰箱 是吗 没有啊 不用放入冰箱 这样是现在的天气 这种蟹是油蟹 这样是 炒熟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放入最精彩的部分了 再加一些咖喱糕 少量 这种蟹 我还有一种咖喱糕 在这里 嗯 其实蟹仔蟹 这样炒得不行 是吗 应该都可以 哎呀 你鬼不弄你 可以 哇 哇 有多少东西就加多少东西 哇 好像煮法国菜那样吸着它 可以烤一下它 烤一下它 香一点 嗯 打不打芡 打芡 芡也没下 芡也没下 加少许盐 炒中蟹的时候 这盒 竹蟹马蹄水已经煮好了 马蹄还剥皮了 我看到 竹蟹就破开了 这个也不叫竹蟹 这叫蟹 这么大盒 有时间喝 可以放入冰箱 慢慢喝 这边的蟹 都不算凹得很厉害 这个 少量 哇 今晚海鲜意粉 那边也不叫海鲜 总之会慢慢放下一点 对吧 可以加少许盐 如果有一瓶红酒 就更好了 还有些东西 还放下 哇 会不会 反正不用钱 已经买了 一瓶鸡四只 我都没拍 已经手忙脚乱了 接下来生粉水 慢慢下 要等它熟的 没熟透 是 没熟透 大厨又准备等水 慢慢 有些蒸气才会熟 这个步骤我都会 大厨就决定了 今晚多些汁 多些汁 拌饭 拌饭好吃 我吃意粉 你们吃饭 不呀 有饭 我又吃饭 又吃意粉 你喜欢 那怎样都好 等一等 煮好 再和大家慢慢说好 今晚的晚餐 意粉是他们中午吃剩的 然后白饭就不说了 按分配制度 应该 因为那裏有三只 每人会有四只 这一盒是一个铝的 好像挺漂亮的 其实大家应该最关心 是高的 因为它是炒过 所以看不清楚这些高 但是多的是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是5元的人 5元 这样 好多尽量吃星纸 我们先吃一些意粉 他们煮意粉 我老婆煮意粉也很好吃 就是中式的意粉 是的 即是有芝士的 中式味道的意粉 用筷子吃 是不是很搞笑 这个就是我们打开了的蟹膏 这样的 5元而已 够多 好吃 我们走的时候 因为有沿路返回 我经过也看到很多人买 而且炒得很好吃 那我慢慢享受 别买了 我没有想到你 你不亦调的 我做认识的 你不是傻子 对吧 如果要不争 我寻找你 那么多说 我们最后日下集 我的心事 你笑 所以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